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风起云涌 许文强为了报仇 杀死了昔日挚爱冯澄澄的父亲 二人缘尽诀别 我们之间以后 无人也都再无缘 冯澄澄之身前往法国定居 时过境迁 在巴黎街头 冯澄澄望着漫天飞雪 不由想起了三十年前上海的那个雪天 和曾经在雪中为自己撑伞的那个人 街角 黎晨不顾 我想自己一人走走 我好嗎 巴黎下了那麼一場大學 記得上一次 還是在上海呢 程程 我們可以到外面談談嗎 我們之間沒什麼可料的 你都已經報仇了 你幹嘛還來找我 我 你恨我 我不應該嗎 我勸過你 可是你終究沒有放過她 拿住她 如果殺我 能消解你所有的恨 你現在就按下班級 不守 程程程 程程 讓我跟你一起 在法國 我們兩個可以重新開始 沒有這個必要 沒有這個必要 你可真自私啊 當初我說我們可以一起去法國 你說你要報仇 對嗎 現在你已經報仇了 你又想 程程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不好 好不好 要公平 等你 等你有兩個選擇的時候 你不可能什麼都要 就一次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不值得 我不值得 小姐 小姐 這本書在您房裡找到的 您還要不要 不要了 替我扔了 小姐 我說了替我扔了 四姐 給我 你不要她 把她當作禮物送給我 好嗎 四姐 幫我扔了 你可以走了 以後我們 沒有恩 沒有願望 程程 一路順風 好 四姐 姊姊 我小的时候看过《上海滩》 但是我因为太小了 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就是 一堆江湖上的打打杀杀 但是我今天看到各位老师的演绎 在工作之余 我想回味一下这部经典 我跟何玉比较相反 他眼里看到的是打打杀杀 然后在我眼里 我看到《上海滩》 就是一场很极致的浪漫 然后今天看到赵雅芝老师 最后就是延续了他的结局 想问一下这个结局 是你想象中的吗 就是在两位新许文强和新冯澄澄 演的这一段集之前呢 我特意就是希望有一场是 先电一场戏去为他们铺牌一下 等于说希望能够替他们抛针引玉 我来评评小婷吧 我跟她有合作过 她完全没有给我们的气势压住 我刚才在看她演 虽然你没有肢解那种温柔 可是不一定要有温柔 你演的就是你 OK 其实其他的 我真的觉得你没太大的问题 对 我挺喜欢你的 谢谢洪姐 男生有一点生硬 完全没有放开 我就觉得你可能是想去 根据周运发的演书吧 太常模仿他的那种冷傲 很有型这种 可是你的外形不是 以后你们都不要去演一个角色 人家有曾经演过的 你尝试用新的乐去演 可能你会比他更好 好 谢谢 我觉得我选他那么瘦 虽然我想抛开 发歌的过去的形象 但是我选的 我看他的这个演员 我觉得他可以演的那些深沉 有内敛的那种性格 我就选了柯玉 你拍戏拍了多久 没有拍过戏 没拍过戏啊 是的 没拍过那就不一样了 前段还比较好一点 那后面有点可能撑不下去 就有点垮那个戏 我刚进这个行业 就是对很多东西 都还没有建立起初步的概念 我是真的需要学习 就会唱哪些 你怎么可能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